再來我們要來看到是4月10號這一天 美日峰會就要正式登場了 而且其實從這一次峰會當中 到底要談的是什麼 其實各界也都是熱烈的關注 而且恐怕打的是抗中牌 主要在這一次的峰會當中 其實已經有報導指出說 可能會討論這三個議題 第一個會成立組建印太聯合救災中心 再來是可能會升級軍事聯盟 以及共同探月這樣的目標 我們先來看到印太的聯合救災中心 主要在印太地區 如果在今天出現了一些天災的話 其實這時候如果有物資的溢柱 以及非物資的溢柱就非常重要 什麼是非物資的溢柱呢 就是美軍的狀況 其實在整個美軍駐日的數量來說 大概有5.5萬這樣的數量 如果在今天有天災發生 比如說像今年年初的能登大地震 或是台灣的花蓮地震的話 其實美軍在這個救災中心的調度之下 是可以來幫忙救災的 還有也是大家特別關注 也認為說跟抗中有高度關聯的 就是升級軍事聯盟 因為美日雙方要設置真正的聯合作戰枢紐 甚至要把美日澳三國的感測器聯合在一起 成立一個整合式的防空網絡 也因為這樣的舉動也被大家認為說 可能這就是一個亞洲版北約的一個起點 還有在共同探月的目標呢 日本也會有太空人搭配NASA來進行月球任務 這是第一位非美籍的太空人 但是你可能會好理說 為什麼現在日本好像變成美國在亞洲的一個代言人 當然跟整個亞洲環境受到中國大陸的威脅是有關係的 岸田首相他自己是怎麼說 其實你現在看到全球 尤其是俄烏還有中東以及東亞局勢來說 你都可以感受到戰火的壓力 世界現在面臨的是歷史的轉類點 還有呢 中交國家開發核武用不透明的方式來加強武力 武力也讓日本正式的決定要強化他們自己的防衛能力 但是其實強化自己的防衛能力在日本的歷史上來說 是非常沉重的 尤其在二戰過後 其實日本一直都跟所謂的戰爭是保持距離的 但現在他們不但是提高自己的軍費 甚至也把強武這樣的形象放在他們的國家上面 所以說也讓周邊國家認為說 你是不是有軍國主義復辟的狀況 其實也是有不少爭議 不過不管怎麼樣 現在岸田文雄是走上了強武之路 他認為說跟區域安全有高度關聯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美國當地時間週一下午5點抵達華盛頓 一下機就接受獻花與美國官員握手 出發前岸田文雄接受CN記者訪問 談到對東亞地緣政治局勢的擔憂 岸田文雄此行七天 重頭戲就是在11號與拜登見面 外界預測岸田有意在美國總統大選前鞏固美日之間的協議 不讓選舉結果影響美日關係 隨著東亞緊張局勢升溫 日本也罕見改變防禦態勢 購買美國的巡弋飛彈 數十年來首次建立反擊的能力 日本不僅計畫把護衛艦加賀號航空母艦化 提供F-35B戰機起降 英美澳軍事同盟AUKUS也在討論 將日本納入個別計畫的額外夥伴 美日也將趁此機會 與菲律賓舉行首次的三邊會談 應對北韓與中國大陸所帶來的安全威脅 國防議題外岸田文雄還將前往美國阿林頓國家公墓 以及與科技大佬會面 並且將視察豐田汽車的電池工廠 TV的新聞綜合報導 不過俗話說敵人的敵人就是自己的朋友 剛剛看到了美國在亞洲找到自己的代言人 美日同盟已經越來越穩固的狀況之下 俄羅斯跟中國大陸也靠得越來越近 我們要來看到的其實現在 在今年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中俄關係除了越來越麻吉之外 普習會恐怕也會不止一次的上演 包括他們要討論的是 俄羅斯的外交部長到了中國大陸去訪問 他就點名說除了在今年 普習會可能多次上演之外 他們要共同來合作打擊恐怖主義 當然跟莫斯哥恐攻 有非常高度的關聯 但是如果說到普習會的話 那些場合是有機會成真呢 除了在今年5月下旬呢 傳出俄羅斯總統普欽要到中國大陸去訪問之外 還有包括上海合作組織峰會 以及金磚峰會下半年 另外在其他場合都有可能看到 這樣子的情況發生 目的是要加強戰略合作 也要強化多邊互動 但是其實彭博社也說 美國緊要盟友 其實中國大陸 其實在俄烏戰場上是有著力的 因為要提供了5G 還有衛星影像 以及坦克工具機 來幫助俄羅斯的戰事 目的就是要實現軍事一體化 所以中俄關係其實基本上 也是一個背靠背的庫駐關係 但是其實持續來關心到俄烏戰場的話 你可以發現到俄羅斯現在的策略是什麼 就是攻擊對方的能源基礎措施 從3月下旬開始 俄羅斯是不斷出動了 伊朗製的無人機還有飛彈 美天襲擊烏克蘭的電網 也造成哈爾科夫大規模的停電 而且他專門打電廠 除了有80%的燃煤燃氣的發電廠 被攻擊之外 水利發電廠也是目標 有超過5成以上的水利發電廠 也都被攻擊甚至毀損 這也是在開戰之後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能源系統 最大規模的一個攻擊 所以說其實現在 基輔也是持續向外國來進口電力 就是希望來補足國內電力的空缺 再來我們要來看到另外一個戰場 就是哈馬斯以及以色列的衝突了 到底雙方要不要停火 其實非常重要的開羅停火協議 現在確定是談崩了 因為據傳是哈馬斯 認為說條件沒有談籠 所以不想要答應 但是呢 其實現在以色列的總理納坦雅胡 也開始實施所謂的戰術性的撤軍 似乎也想要調動兵力 外界就在討論說 很有可能接下來戰士會多點開花之外 他也說了 拉法還是他必須要進攻的一個地方 從齋戒月之前 一直談到現在齋戒月快要結束了 接下來馬上就要進攻拉法 甚至他也點名很明確的說 日期已經確定 以色列進攻加薩劍滿半年 對當地進行地毯式的轟炸和掃蕩 對照戰前的衛星罩 分割城市的道路和建築線 像被橡皮擦擦掉一般 全都成了廢墟 加薩居民承受著無情炮火 但沒想到 最後卻是被飢餓奪走性命 以色列上周日撤離南部 尤漢尼斯 這個被佔領將近四個月的城市 已經看不到任何一棟完好建築 米軍在牆壁上寫著 加薩屬於猶太人的字樣 當地居民也陸續返回 但他們已經找不到家 以軍雖然撤離 但對漢尤尼斯的攻擊 卻沒有進歇 以軍的戰車和坦克撤離到邊境 待命 以國政府再三強調 這不代表地面軍事行動結束 而是重整旗鼓 為了下一次的攻擊做準備 總理納坦雅虎表示 近日進攻南部拉法是早晚的事 以色列訂好了時間表 撤軍和開放邊境通道 以色列近日兩項讓步舉動 也重燃外界對停火協議的期待 哈馬斯要求加薩停火期間 以軍必須撤離 讓居民回家和自由行動 但以色列不同意 擔心哈馬斯回潮 藉此重振旗鼓 協商再次陷入僵局 納坦雅虎上週 在美國總統拜登的施壓下 同意開放邊境通道和港口 運送人道物資進入加薩 週一共有400多輛卡車進入加薩 七成都是食物 這是以哈衝突以來 物資單日運量最高的一天 周一聯合國安理會同意接受 巴勒斯坦成為正式會員的申請 以色列大使表達抗議 批評這是認同恐怖主義 違反聯合國憲章 巴勒斯坦在2011年就申請入會 但聯合國竟同意讓巴勒斯坦成為觀察國 巴勒斯坦要成為正式會員 聯合國就必須承認它是國家 因此通過的機會其實不高 加薩地區的死亡人數超過3萬3千人 海押國際法庭今年初針對南非提出以色列 種族屠殺的訴訟做出判決 命令以國採取措施防止種族滅絕行為 8號國際法庭又針對尼加拉瓜 控告德國提供以國大量武器 違反了種族滅絕公約的訴訟進行審理 裁決結果將在幾週後出爐 TPBS新聞綜合報導 再來我們來關心到南韓的國會大選 其實在今年的國會大選打出了三張牌三個議題 第一個就是蔥架再來是晶片 第三個就是台海的話題 為什麼要討論蔥架 當然還是跟當地的物價膨脹有關係 還有晶片是一個國際上非常重要的戰略物資 台海其實就要來看到了在3月22號的時候 他們最大的在野大共同民主黨的黨魁 代表李在明的話 他說我們為什麼要去招惹中國呢 為什麼要介入兩岸問題 不管台海會怎麼樣 中國大陸跟台灣的國內問題 如何他把它定義成是一個國內問題 跟我們又有什麼樣的關係呢 沒有想法此話一出 當然還是希望可以拉票 但是有很多的人士抱持的反對意見 方中其實非常重要 他認為說中國大陸跟台灣的問題 是中國大陸的國內問題 這件事也被點名說 這根本就不是一個國際共識 是中國大陸的一廂情願 因此這句話的確在南韓的媒體圈當中 也被熱烈討論 甚至朝鮮日報的專欄就點名說 其實台海為什麼會變成南韓的國會選舉焦點 就是因為高度關聯 包括是在之前馬祖的海底電纜被斷的情況 就被美聯社解機說 這代表說中國大陸對台灣的水下戰爭已經開始了 因為斷了電纜很大一部分 跟斷了通聯有高度關聯 還有在經濟的網路攻擊 其實也被認為說 這個共和黨的黨員 美國的共和黨黨員也點名說 其實中國大陸對台灣的清台行動已經開始了 還有就是台海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海上通道 因為有50%的運量貿易量 其實都是在台灣海峽水道上發生 因此台灣海峽根本講的更超越一點 就是韓國南韓的經濟命脈 甚至他也說其實現在全球的局勢來看 美韓同盟也是一個高度發展 而且高度關聯的一個議題 如果在經濟美國挺身挺台的話 這絕對代表說 其實台灣問題不是別人家的事 甚至其實這個專欄講的更絕 他說其實你如果要漠視地緣政治的改變 還有國際情勢的改變的話 其實也跟國運有高度牽連 他們談的當然是南韓國運 但其實在這一次的南韓國會大選當中 其實因為競爭非常激烈 所以各個候選人也都是花招擺出 跟著傳統音樂搖擺找來充氣 美國隊長助政造勢 連身材都要模仿到底 南韓在野黨國會議員金炳旭拼連任 展現決心直接練成肌肉男 對手是執政黨前發言人 也不輸給他 他對手是蠻重要的 由是金北斗 走訪市場金恩會和婆媽擴墊金拉票 打著前主播的身份 甚至拖鞋 以赤腳精神 親自幫選民口飾 勞強的勞職 控制 還有候選人替光頭搭球車 游街造勢 南韓候選人花招白出 就是要催選民出門投票 为了鼓励民众出门投票 各地店家也寄出促销活动 只要拍照上传首盖投票章认证都可以拿免费面包或饮料 旅宿业者也寄出八折优惠 一人也小心翼翼投票认证照不敢穿有政党代表色的衣服 南韩国会大选不在即投票打破历史记录 投票率达到31.28% 连总统尹熙悦也提早投票 估计整体投票率有望突破七成 TVBS新闻都不到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